好,我們現在來到六合夜市 高雄,高雄的六合夜市 對 有什麼好吃的咩? 我也不知道 我很少來,很愛來,你在這裡 不要問我們 那有什麼好吃的? 我也不知道 逛逛就知道了 但是今天是假日 我肉眼這樣看六合夜市好像沒有很多人 六合夜市都是吃的好像沒有買衣服 就是吃吃逛逛嘛 那六合夜市是觀光夜市 所以我在想人潮應該不會很多 果然 來,你們看 有沒有 是不是 因為我告訴你 就是 疫情開始了之後啊 很多觀光夜市好像忍真的都少了很多 我有看幾攤哪 沒有做公社就對了是不是 有 可能就是 木瓜牛奶 好,我們先看到什麼再來說好了 好不好 哈囉,好,我幫你鑽啊 來,二十五個小姐 二十五個小姐 好累 你不要讓她增嗎 不要 增到哦 好 好 可以 四十一 兩百九 你看 銀杉瓶 好 好 小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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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肉之家 我有看網上有介紹 六合夜市必吃之一 烤肉之家 烤肉之家 站好站好這裡 跟Yuna一起牽著 對 你剛剛要吃了雞皮 然後我先講說我先買一串 因為我怕它是軟的 那我吃吃看 OK啦 但我跟你講 它的醬好吃 它這個軟還帶點脆 總比有一些真的軟 那個軟是很可怕的 它這個帶汁又帶juice 誰誰 啤啤啤 醬汁啊 我覺得它厲害的是醬汁 一直挑不到 它醬汁不錯 然後我跟你講245 5串 這樣5串喔150 我怕那個 這個背包好吃的 Yuna帶 龜殼 我媽超真的比較小 龜殼 對阿 你看Yu都看到龜殼了 Yu你肚子知道如果想吃什麼的話 看到跟我們講好不好 好不好 看到這個 因為六合夜市人非常少 今天是假日耶 所以我們運氣很好 運氣很好 沒有 這裡好像常常都是這樣子 嗯 嗯 但我說真的 他過來一點後面有吃到 他這邊阿 比我們 他很好吃啊 他的價格 比台北還好貴 真的喔 他五支150耶 我一次三十塊 二十五平均 因為停止我們 在永福吃我們平均一串阿 差不多二五 二十到二五 媽媽你的飛起來了 什麼飛起來了 老闆 你好 幫我拍你 你的飛起來了 來度假就是要 我說真的 烤肉之家 就是 他的醬汁還蠻好吃的 他是很多人推薦的是不是 嗯 還好我再有一支 就是可以買回去 OLED 我不是說他一支是三 我不是說他一支是三十塊 他是平均 我算平均 像我他 我記得他是OLED才十五吧 出學剛好你才十五 他可能是其他比較貴一點 我剛才抽走你幹嘛往前租 你租到我水準破掉 一個洞 哦六支啦 六支三 六支 六支 六支一百 他這個黑魂就是OLED 他會不會就是OLED 在前面沒有東西阿 好 迴轉 這應該是 付錢空最快的 哈哈哈哈 那為什麼沒看到你媽阿 那為什麼沒看到你媽阿 他可能 很帥 去吃吃吃啊 哦有可能 我覺得你 因為你唐弟剛剛說 呃表弟 剛剛說 這邊一直都上次來是這樣 對 他已經很習以為常 但我很久沒來六合 我之前來六合是來工作的時候來六合也是 拍戲的時候 那時候是拍 超久的 我也蠻久的 是我2007年拍電影的那一年 超久耶 超久耶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來 我們來 南部的話 我很主要都會在 台南對不對 超超超 對 我很主要都在台南 沒有 很少來到高雄 大廠 大廠 欸 那中間不是有蔥嗎 沒有阿 一直都沒有 我剛剛看人家夾的時候 裡面有蔥阿 沒有蔥 他其實就是用他的醬汁來 取勝 嗯 我知道 就是看到我的影片的朋友很多 可能在地人想要介紹我們說 高雄哪裡好吃 但可能你們看到的時候 我們已經回去了 沒關係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說 其實高雄哪裡好吃 有什麼東西 因為我之前 我當年是對岩城區比較熟 因為當年拍電影都在岩城區 啊 不然你對岩城區比較熟 什麼東西啊 欸 不要這樣子 當年 當年我跟岩城區 我原集點你們大家都要 一起拍雜誌 我們兩個在中山美術館 是中山美術館 就是在圓山公園 花佛那邊 你看 兩個只 兩個只穿一條內褲在那邊 換衣服 我沒想到他之後變成岩城區 這麼熟 哇 這真的很好 好 好 繼續講 這時候一定要賣個 當年我們一起拍的是 錢櫃雜誌這樣 我老婆 我還在這邊看 媽媽 在那邊看 對啊 快點 等他好了 我每次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老婆就會跟我閃 閃圓圓的 欸 我以前還有留那個錢櫃雜誌 欸 該不會 網路上有人在賣 賣 那一頁 我跟岩城區 的那一張 比較重點 你應該是岩城區 兩百塊 呵呵 呵呵 給你 啊 啊 好 我們現在逛一逛啊 好不好 就是好好的去逛逛 看有什麼東西的話 好吧 就跟大家分享 手舉得有點痠